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双龙弓的比赛 那关销方这个双龙弓就是凶霸天下 欺诈的凶霸天下 那关销方这边上的是一个 女儿村的单峰 配合着化身寺加普多山的两大辅助 抱着一个双龙弓 看了一把鸟阵 那对两方双零波 一是多化身加地步的组合 一个三无理团队 咱们看一下 这场比赛 谁能拿下 175 有三个超顶尖的 悟开 复战玩家 有三个超顶尖的悟开 复战玩家 珍宝格的涛哥 我不用多说 平时咱们比赛做的比较多 大家也都广为熟知 另外一个 那就是 西大楼界的凶霸天下 那关销方这边两个龙弓 以及这个普多山 都是熊霸天下的号 以及西炸有一个化身寺 还有就是曾经的大唐官府 也都是熊霸天下的号 也都是熊霸天下的号 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雪山的多伦多老板 也是一个五开 只不过涛哥 他那个五开 以暴力和任务为主 以暴力和任务为主 就是 阵容 就不太合理 但其他这两位五开的阵容 还是比较合理的 都是一些 顶尖复战老板玩的 都比较出名 都比较出名 投资的话 其实不想上下 只不过是涛哥 那个五开 更高调一些 更高调一些 其他人的五开 不是那么高调 但投资都差不多 不比涛哥那组五开差 四千八 他们这些五开的硬件 打不战都是够够的 都够打不战 凝制术 换须迷 秒不太动 队长方走的是 一波流的路线 就开场开物件 直接打面霜 就往过打 关架方开了一手 亲近补体 直接把脚底下的 物件地狱 给他顶掉了 三个大招是 可以相互顶的 一个 七尼菩提 一个是普特山的 七尼菩提 另外一个就是 无间地狱 地府的无间地狱 以及磐斯的 魅眼如斯 这三个化身大招 都是可以相互抵消掉的 他们三个化身大招 都是在地上 就是场地的中央 画一个大圆盘 都是一样的 都是画一个大圆盘 那抵消掉对面的 无间地狱以后 关架方 亲近补体的 效果 也不太好了 也就持续了 一个回合 直接就结束了 亲近补体 化身大招 怎么感觉 关架方这俩龙 龙公不怎么会爆呀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爆击率不是很高 龙公不爆的话 除了 少了一些视觉感受 少了一些视觉感受 龙公再选 一千三 一千五 再加上 关架方这边也是开了一手 鸟阵 鸟阵没有输出位的加成 其实法系啊 更吃这个输出位 比物理系要吃很多 多吃很多的 对面直接走了一手 真君显灵 去打一个突破 龙公接着卷 宝宝灿飞 法系就速度慢 这一点 确实是跟物理系没法比 对面已经开始倒人 剩下的就要看对面 龙博城的这手真君了 能不能强势的突破进来 毕竟关架方两个辅助啊 他这么一个抗性还是太高了 化身似加普通 不管是恢复能力 还是人物的抗性 都会高很多的啊 一手大象给关架方这边吃一吃 对面走的也是一个高速 湿驼的路线啊 就对面湿驼里的速度 比关架方鸟阵的 普通山化生死也快 所以对面湿驼的伤害 太高 他走的是一个高速湿驼的路线 伤害不高 很正常啊 很正常 打过来的话 稍微有一些打不动啊 你别看好像数据还不错啊 打了三千四千五千的啊 但这个真君显灵 还是有点切不进来 得出暴击 打三四千的时候 得出暴击 能暴个七八千 就打得进来了 对面湿驼给自己的灵波 卡上了一手五龙丹 什么意思啊 不是 这五龙丹 什么意思啊 再解开 保一手出手 让自己的灵波 可以顺利的出手 防止观察空这边的控制 防守鸟村 没别的 三千八 打出163 三千五 这灵波不会爆的 这灵波城不会爆 就尴尬了 欠缺了一丝爆发 打到三千五 爆一下 这不就七千了吗 那个数据就不一样了 人家那种顶尖的三五里 打过来 暴击率是非常高的 大家应该平时也见过 我做那个白拖山 少主他们的视频 我发现观察方 这俩龙宫 他不是暴击率低 他是压根就不会暴 哑巴龙宫 不会爆的 应该是堆的法伤多 法爆少 破血龙龙 贴宝负 队长方又想点杀了 打面上 打不进来以后 队长方想转化一下思路 走一个点杀的路线 龙龙再卷 这真不爆 这个爆 这个爆不爆 这个爆了一下 是真不爆的 就爆了这么一下下 对面已经有点 承担不住了 已经是有点 承担不住了 库多山 继续补个灯 蹄虎再保一手出手 一直能出手 轻轻 对战方的 隐身高速宝宝 没有了真君显灵 这俩 林伯尘也敲不太动了 这种豪门的 化身色家 普陀山 很难打得动 很难打得动 熊霸天下的 他的号 刚才说过 他的号是可以参加 西炸的复战 而且不给西炸 丢人的那种硬件 之前我记得没错的话 最早期西炸里边 大概有四个号 是熊霸天下 好像是有四个号 是熊霸天下的号 在西炸 大复战 后边随着老板的加入 人家熊总 也是一点一点 一个号 一个号的退出来了 现在就保留下来一个 化身色 现在就保留下一个化身色 之前还有一个大同官府 但是那个大同官府 好像上个月也卖掉了 也卖掉了 就一点点退出来 最开始就 四五个号 一直集体加盟西大佬 都是有打复战的实力 龙宫再卷 再飞掉两个宝宝 感觉 关键方把对面打得比较惨 靠的不是两个龙宫的暴力输出 靠的是 靠的是这种顶级的防御 靠的是顶级的防御 让对面切不进来 那双龙宫得靠防守 才能赢比赛 书记说 关键方这俩龙宫输出不高 也不是说老板的号 咱们就得过度的吹捧 这确实输出不高 可能是这个鸟阵 还是不太合适 实在想抢速度 可以开个阴阵 可以开个阴阵 阴阵也是有两个15%的速度位 但是也有两个输出位置 反正龙宫你开了鸟 你也抢不到速度 你就这俩龙宫开了鸟 也没抢到速度 也没什么用 依旧是9速10速 不如开个阴阵 更实在一些 又能抢速度 又有输出位 完美 完美 队长风也收起了宝宝 确实是打不过 这阴间方面 还是存在不小的差距的 队长风还跟西大复战队 打了一场 回头咱们去看看那场比赛 自己打自己 跟西大复战队 打了一场 也是有点意思啊 龙卷与鸡 再选 感谢大家收看 记得帮我查点赞 来个超级推荐 换一个群迷 比赛结束 拜拜